印之之吏 这个吏是名号的大吏 其大吏之所究竟 即无上涅槃妙谷 名号的吏 名号的功德 确确实实 是大臣教里的吏 是释迦牟尼佛一生 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 念佛是第一法门 这一段主要都要教给我们 这一段四十 下面举真结的例子 真结书 真实之力是对 全假方便 什么叫真实之力 什么叫假的真实之力 能够帮助我们 了生死出三界 这个立业就是真实 世间一切法 儒家道家 我们不说外国宗教 他们最高的境界是天道 四界天 五色天 这最高的境界 移既秩序 也没有超越轮回 是一个小城教 能够帮助我们脱离轮回 往生到四圣法界 那这比起来 世间法是群 除世间是真实 这用比较的方法 可是四圣 就是别教讲的三成 三成法是不错 这叫全大臣 他不能处留到 除世法界 大臣能帮助你 除世法界 证得 祝福的 十报专业度 这两个比较 大臣就真实 小臣又变成全家了 一层一层往上比 真结是取这个意思 故一 世法望小臣 小臣真 世法家 一小臣望大臣 望全大臣 小臣是深文臣 全大臣是远求 菩萨 佛 没有出 世法界 啊 那全大臣真 小臣 小臣 比他高啊 那一全大往十大 十大是花眼 发花 这些全是在世报图 超越 超越 世法界 那他是真的 全教大臣 就是假 比较嘛 那么以华言放华 等世大臣 跟弥陀的十九院比较 跟这一院 十九院呢 位置的 就是康僧凯的本子 这个愿文是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智信发愿 余生过过 这是九院 这多简单啊 这个真的 发发花音 要修多少时候啊 未必能达到啊 修诸法门 马上踏头 那么十九院 就超过 华言 发花了 我们为什么 十七 华言 来讲这个节 这原因 注意就晓得了 十九阵 二 华言 发花 假了 为什么 华言 发花 以往生为 经验 华言 发花 都市到最后 向华言 神经 十大愿望 道贵 解罗 比 又不出 十九院 没有超过 十九院 十九院能到达 极乐世界 华言 是劝大家了 那么以十九院 往二十院 比较 卫一的文 二十院的愿文 文国名号 细念 我哭 执重得本 致行回向 余生 我哭 那二十院是真 十九院 又变成假了 二十院 再往十八院 十八院 身念必生 二十院是假 第十八十 临终深念 能往生 这深念 要拘处 教 行 行 真 这四个条件 是圆满的 一生佛号 十生佛号 决定 能往生 身念必生 是教 行 念佛 是心 这行里面 有真心 没有丝毫怀疑 万元放下了 身心不已 这是心 弥陀来 借引你往生 这是真 统统俱俗 这一段文呢 把念佛法门 提到了最高峰 在华言法华之上 夜布无量手锦 这是精华 这是无量手锦的顶件 于是 我们见到古王进来 许多阿公阿婆 不认识字 什么都不懂 他就一句佛号 往生的时候 未相稀有 什么原因 他拘出了 教 行 信 真 这四个字 就落实在 阿弥陀佛 名号之中 名号的功德 就超过一切佛法 不经时 释迦弥陀 释放三世 一切诸佛如来所说的法 全在其中 天气 云雨满漫 夜发不露 没人知道 真知道之后 万云放下 夜心专念 你冷静细心思维 呼万语 虽然做好事 修一点点小功德 能不能跟念佛比不能差太远了 念佛功德无比超深 什么样的功德都不能跟念佛相比